委員會部分將針對於選罷法 修正草案部分進行討論 不過今天早上在6點的時候 藍綠市發起了假機動員令 目前時間是來到了早上的10點04分 不過目前你看到在內政委員會 是一個完全無法開會的狀態 照理來講呢 意識人員應該在8點的時候 已經在委員會 因為委員可以開始來登記發言 不過實際上呢 這個至今已經過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意識人員完全都沒有出現 目前可以看到的畫面呢 是這個民進黨的委員呢 基本上呢在第一時間 已經佔據了在主席台的部分 不過實際上 在這個10點鐘之前 其實發生了不少波的這個肢體衝突 實際上呢 因為我剛才有提到 在8點的時候呢 意識人員應該早就已經在委員會等待 讓委員可以登記簽名 包括在稍早的時候 內政部長劉士芳 抵達到委員會的時候 也是無法來進行簽到的 而剛剛呢其實在8點到的時候呢 這個黃潔委員以及江頭陸委員等人 通通是站在這個地方 等待要來報導簽名 甚至是登記發言 不過呢他們還拿出了這個公文喔 就說呢照理來講 這時間意識人員應該在 難不成現在意識人員被欄尾給挾持了嗎 不過此時呢 國民黨的立委陳玉貞就直接來問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過黃潔呢第一時間還呼叫了所謂拿出之前金鳥所送的這個尖叫機 因此民進黨立委郭玉貞是立刻拿這個尖叫機來上前支援 沒有想到呢聽到這個尖叫機的聲音喔 似乎讓陳玉貞有點不開心喔 是直接上前就把這個尖叫機要試圖的搶了過來 雙方還一度爆發了整個肢體 衝突還蠻激烈的 那你可以看一段稍早的畫面 那剛剛那個上到那個 小心... 不要抓 不要抓 不要抓我 你在幹嘛啦 你幹嘛搶我的東西啊 你幹嘛搶他東西啊 你幹嘛搶我的東西啊 你是要來玩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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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拚我啊 你在害怕哪 你幹嘛要去找我啊 你拚我幹嘛 你拚蝕人 不要吵 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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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指看看 你看 再指看看 什麼 什麼 小玉琛暴力啊 你才暴力 你不要抓傷了 你幹嘛抓傷了 你不要抓傷了 小玉琛暴力啊 怎麼樣 攤攤上到那個 小心 這一波衝突呢 包括了律尾 郭玉琦的部分 手通通是被抓傷了 而且當時這個畫面還蠻激烈喔 因此有非常多的律尾 是趕緊衝上前 希望來制止這一波衝突 但實際上呢 在這個八點之前 包括在內政委員會旁邊的交通委員會 同樣有這個衝突的狀況發生 原本第一時間呢 這個民進黨是憂心說 藍尾可能又要想換會議室 還等等之類的 因此呢 民進黨律委林楚英 當時是先到了這個交通委員會的部分 本來椅子才要坐下來 卻被這個藍尾直接衝上前 將人給圍住 甚至在這個整個拉扯的過程之中 還包括了國民黨立委王鴻暉 甚至直接是出手 有這個拉扯 甚至是推擠這樣的情況 當然也造成民進黨立委林楚英 有受傷的情形 包括他的傷勢部分 是在所謂下巴的部分 是直接當場見血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 其實都還蠻激烈的 包括民進黨立委吳思瑤 在旁邊也是互助 希望大家不要再對這個林楚英 有這個動手的行為喔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當時其實這個衝突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包括林楚英 也直接站起來說 自己就是被打傷的 帶你看一看 邵澤縣長稍吵畫面 好 根據瞭解呢 這個林楚英的傷勢部分呢 是在臉面 全部有挫傷的情況 另外包括了在下巴跟手部都有挫傷的情形 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已經到醫院來進行驗傷了 預計在下午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到警局要來做一個提告 目前時間是來到了早上的十點零八分 目前在內政委員會部分喔 綠委還是持續佔據在這個主席台 而這個欄尾的部分 則是呢在自己的座位上 可是距離這個開會時間 其實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了 但現在在這邊持續的都是無法開會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議事人員根本就還沒有出現 因此民進黨也質疑說 是不是醫學員員被這個欄尾給綁架了呢 到底醫學員員現在沒有辦法來到這個委員會裡頭 也導致現在內政委員會是無法來進行開會的 以上是在現場最新